放大镜聚焦的阳光照在蚂蚁身上 蚂蚁被烤得四处打滚 不一会儿就冒出阵阵清烟 在他们死后 少年们又装模作样的做起祷告 这是他们每天的游戏 不过下一命 少年们立刻排排坐好 像是期待着什么演出 一个身材窈窕的女人 走进他们的视线 她是这个小镇上最美的女人 秀丽的长发 时髦的丝袜 让一帮少年看得如痴如醉 等女人从他们身边走过 少年们又踩着单车 穿过大街小巷 就只为了多看她几眼 从那以后 马莲娜的身影 就深深地印在了雷纳多的脑海中 雷纳多开始逃课 她来到马莲娜的屋外 这时门打开了 马莲娜穿着宽松的睡衣 让她帮忙去买香烟 硬蔽掉落在地上 雷纳多低头看着 微风吹过她的裙摆 但其实这只是她的幻想 这天过后 雷纳多不断在小镇各个角落 搜寻她的身影 不过她从来没有勇气 上前搭话 不光是情毒初该的少年 喜欢看她 马莲娜只要走在街上 身边的男人 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 纷纷投来充满欲望的目光 更有大胆者 套着近乎 明目张胆的凯尤 得意的眼神 不断撇向周围的男性同胞 但同样也因为绝美的容颜 马莲娜成为镇上妇女们的公敌 没走两步 就会有女人对她指指颠颠 因为嫉妒 女人们开始无端造谣 除了美貌外 马莲娜成为焦点的另一个原因 是因为这个女人 其实是一名寡妇 她的丈夫身处前线战斗 专一的马莲娜 只能抱着照片起舞 苦苦等待自己的爱人 但这天 意外却降临了 一群军官来到镇上 传来马莲娜的丈夫 英勇战死的恶号 而马莲娜 因为太过悲伤 没法出席 底下的群众 又开始升起是非 说她早就和别人勾得上了 但是其实只有雷纳多知道 此刻的马莲娜 是多么的伤心 自从马莲娜的丈夫死后 她并没有获得镇上人的同情 反而是造谣她的声音 变得越来越多 知道真相的雷纳多 用自己的方式 默默保护她 端给笑得最开心的 那个男人喝掉 因为这个男人 在造谣她的女神 雷纳多来到教堂 他对耶稣说 自己每天都会来点一根蜡烛 条件是 让她保佑马莲娜不受欺负 但反而事与愿违 夜晚 雷纳多来到马莲娜屋外窥探 她见到一名中尉 不断向马莲娜示好 但马莲娜 只是将她礼貌地送出房门 这时 一位牙医走了过来 边胡乱边躁 马莲娜也是她未婚妻 两人一言不合 牛打在一起 角落里突然冲出来一大群人 包括牙医的老婆 和部分军官 牙医老婆部分青红皂白 对着马莲娜的屋子 就是一通骂 事情越闹越大 第二天 镇上的所有人 马莲娜主动勾搭了他们两人 马莲娜现在处于风口浪尖 但她从始至终 都没有做错什么 可就连父亲 也不相信她的真洁 换了门锁 准备和她断绝来往 路上的男人 纷纷向她示好 但马莲娜 只是低头走路 对这些男人 视而不见 她想要找律师 来维护自己的声誉 在法庭上 法官疑惑地问 像这种 给领袖拔牙的牙医 怎么会平白无故 叫你未婚妻呢 马莲娜只能说 自己不知道 法官又问 那个中尉 跟你是什么关系 其实 马莲娜对中尉 是有好感的 但没想到 中尉为了保障自己名声 在审讯的信上写道 自己跟马莲娜 并不熟悉 听到这里 马莲娜失望地闭上眼睛 好在这次 找的律师还算靠谱 在一同奋力辩解下 帮马莲娜辩护成功 可就算表面上 依正言辞的律师 内心也是一样的龌龊 他只是急于马莲娜的身子 雷娜都在窗外 目睹了全过程 但是他不敢上前做什么 在这之后 律师的事情 在镇上传开 越来越多的男人 开始对马莲娜进行纠缠 而为扣留了战后抚讯金的他 只能靠别人的救济 来勉强度日 就在这时 天上无数架飞机飞过 防空警报响起 树莓炸弹 笔直落下 马莲娜的父亲 在战火中不幸遇难 现在这个女人 是真的无依无靠了 马莲娜回到家 剪去了秀丽的长发 他只能出卖自己的本心 从此街上 再也没有那位目光躲闪的寡妇 马莲娜染了一头红发 眼神里充满了灵力 卖着自信的步子 来到凳子前坐下 丢起一根烟 在唇街 立马就有无数名男人 上前示好 不久后 为了生活 马莲娜和德国军人走到了一起 尽管依附着权力 人们也没有停止对他的诽谤 再不久 德军战败 美军进城 小镇的人 高举白旗欢迎 人人欢声笑语 但这群妇女却十分生气 他们冲进一间屋子 从里面拖出来一个金发女人 正是马莲娜 疯狂地殴打 撕取她的衣服 剪掉引以为傲的长发 曾经向她示好的那些男人 却没有一个上前阻拦 全部选择冷眼旁观 雷纳多表情痛苦地站在原地 她不忍直面这一幕 马莲娜用沾满鲜血的双手 遮住身体 这时的她 宛如一条条人人唾弃的老狗 这个逆来顺受的坚强女人 终于哭了 她对着那群男人发出绝望的怒吼 在人群的怒骂中 她仓皇逃走 马莲娜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她坐上了去往墨西拿的火车 直到这一刻 雷纳多也从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 马莲娜走了 雷纳多的青春也结束了 但不久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马莲娜的丈夫回到家乡 她并没有牺牲 只是断了一只手臂 男人回到曾经的房子 这里早已经物是人非 成为了难民营 男人只能来到美军政府求助 但美军帮忙的意义并不大 她又找到曾经的法西斯秘书 谁曾想 秘书并不想与这个残疾人搭上关系 并且说她的老婆 早就和许多人搞到了一起 曾经为他们战斗的英雄 却沦为了如今的笑柄 雷纳多扶起这可怜的男人 拍掉背上的灰尘 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大话到嘴边还是咽了下去 晚上 男人坐在自家难民营里 久久不能入睡 一张纸条从窗户掉落 雷纳多在信上 写出了马莲娜出走的地点 迪亚丝毫不犹豫地乘坐火车 去寻找妻子 一年以后 一个朴素打扮的妇人 挽着一位独臂男人 在烟雾中缓缓前行 曾经羞辱过马莲娜的人渣 都瞪大了双眼 包括已经找到了女朋友的雷纳多 夫妻俩在所有人疑惑的目光中 面无表情地穿过人群 男人的眼神是那么的坚定 仿佛想要告诉整个小镇的人 尽管马莲娜遭受了什么样的非议 但现在她的老公回来了 没人再可以欺负她 马莲娜独自来到海边市场 此时的她已经不再美丽 脸上多了眼角纹 体态也变得胖了许多 和从前的经验相比 现在的她更加提起生活 这群女人看到如今的她 并没有再去排斥 牙医的老婆 擅置主动打起了招呼 马莲娜犹豫了好景 才回头 身边的人 竟然好像当做之前的事 从未发生过一样 开始送东西 嘘寒问暖 热情的像是久未见面的老朋友 马莲娜回家的路上 橘子不小心洒落一地 雷纳多看到后 立马上去帮忙 等到东西收拾好后 雷纳多终于对马莲娜 说出了第一句话 马莲娜回头看了 这个小伙子很久 好像有些眼熟 但又记不起来是谁 观光的道路上 留下了那个双手提菜 略显疲惫的身影 在当时的社会 美丽是不能被原谅的 美丽是用来蹂躏的 只有变得普通 才能获得周围人的认可 你要说马莲娜做错了什么 从来都没有 就像之前的律师说 马莲娜罪过 从来就是因为她的美貌 而这恰恰成为了那些人渣们 发泄黑暗人性的借口